为什么我现在要专门再开一门课 来讲忠诚管理呢 很简单 十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 和这些年的管理咨询经历 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忠诚管理者的痛 很多忠诚都是从业务骨干提拔上来的 但是走上管理岗位之后 以前做业务的那种成就感就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开不完的会 加不完的班和总也完不成的业绩 忠诚仿佛是夹心城 上级只给个大方向 自己就得带队造出一艘火箭 不仅忠诚痛 老板们也痛 他们总觉得是忠诚堵住了公司的战略循环 这种不信任又会加剧忠诚的职业危机 下属们也痛 缺少工具和方法的忠诚 会限制下属的成长 反过来下属的不信任 又会让忠诚指挥不动团队 面对这些难题 也许我能给你一些帮助 我曾经在保洁这样的500强 做到销售总监 负责近10个亿的销售业务 体系完善 压力巨大下怎么做突破 我有心得 我也曾经从零到一 搭建过数百人的身先电商团队 体系混乱 野蛮成长下 怎么带团队 我也有体会 我现在是贸诺管理咨询的董事长 作为外脑 从咱们得到这样的快速增长企业 到稳健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我都服务过 你的问题 我都能从管理的角度去看待和解决它 比方说 懂萃取团队经验 你就可以管理比你更优秀的下属 会找业绩突破口 你就能有效协调公司资源 管理好你的老板 懂搭建人才梯队 你就可以靠团队发力 而不只是靠你自己 我身边有很多前宝洁同事 之前和我一样 在快消费行业做销售管理 十几年过去 有的成为了知名招聘网站的创始人 有的成为医药平台上市公司的CEO 有的跨界在做网红经济 你看他们 似乎也没有什么专业技能 更是早就过了35岁的款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不同的赛道上切换字路呢 就是因为 他们曾经在宝洁这样有管理体系的公司 培养出来了卓越的管理能力 在专业和技术细节上 这些管理者的能力可能不是最优秀的 甚至可能不如下属 但他们的管理方法 能最大化发挥团队能力 得到最大的业绩收益 这就是优秀管理者的价值 你可能看过管理学的书 听过管理案例 那为什么还要再跟我学一遍管理呢 因为管理这门学问 光听大道理是学不会的 你真正需要的是管理的抓手 在这门课里 我会给你两个抓手 一个是管理工具 另一个是管理节奏 先说管理工具 管理没有那么神秘 就像有些魔术 把道具给你 你也能够露两手 比如说 你刚来 想快速找到业绩突破口 无处下手 给你一个业绩盘点矩阵 你马上对手里的生意 就会有一个全局的认识 再比如 一个人才盘点九宫格 就可以立即把你搞清楚 下属里面 谁该提拔 谁该培养 谁该劝退 在这门课里 我会给你交付 30个这样的管理工具 你不需要懂多高深的管理学 心理学理论 拿着工具 直接去解决实际问题 除了工具 管理节奏也非常重要 很多时候 你有管理工具 还是管不好团队 这时候 你需要的抓手 可能是管理节奏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你是一个 30人电商团队的负责人 你有一个下属小A 他的业务能力特别强 你又刚好有个职位空缺 你要不要提拔他 要我说 提拔也对 不提拔也对 关键看你处在什么阶段 如果你刚空降过来 小A又还没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业绩 我建议你先缓一缓 一方面 给小A更多的时间 证明自己 另一方面 你要去物色外部的大牛 帮助你渡过难关 如果你已经带领团队 取得了业绩 获得了公司上下 充分的信任 那么 比起要不要晋升 某个员工 更重要的是 你的团队 有没有建立起来 考察 考核的标准和流程 如果没有的话 你晋升一个下属 却可能炸走其他员工 你也要考虑 如果提拔了小A 有没有人能够 接替小A现有的位置 避免团队青黄不接 这就是我说的 管理节奏 你要在正确的时间 做正确的事 在正确的阶段 用正确的管理方法和工具 在这门课里 我会覆盖 从业务骨干 到管理高手 转变过程中的 所有阶段 在第一阶段 我叫他抢摊期 你刚成为了 忠诚管理者 团队不稳 没有做出什么业绩 这时候 我会教你怎么活下来 稳住上级 稳住团队 稳住业务 到第二阶段 发力期 你已经在 忠诚位置上 干了一段时间 也有了一些业绩 那你该发力了 你需要尽快带团队 打好一场大仗 成为活得好的管理者 第三阶段 规范期 这是你能不能成为 管理高手的关键时期 我会教你 怎么用制度和流程 去做管理 让业绩 不再只靠你一个人 而是能够通过 团队稳定 可复制 可持续的出业绩 让你活得轻松 最后 第四阶段 进化期 我会从雇主的视角出发 告诉你一个合格的高层 都需要哪些能力 你该怎么做 才能够突破职场天花板 总之 这门课 不是要给你讲大道理 而是给你 拿来就能用 用了就能落地的管理工具 这门课 也不仅仅是僵化的给你工具 而是带你走完 从业务骨干 到中层 甚至高层管理者的 每个阶段 帮你找到管理的节奏 如果你现在 是一名业务骨干 我建议你加入课程 尽早积累你的管理能力 为未来发力 做好准备 如果你已经 是一名中层管理者 那更要加入课程 我会和你一起 去找解决办法 克服挑战 下面 我们就进入第一讲 我来跟你说说 从业务骨干 到管理高手 到底有哪些转变 在课程的第一讲 我们先来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忠诚 面对的独特管理挑战是什么 就拿我自己来说 八年前 我刚刚从大客户经理 晋升为大客户团队的负责人 要管理三十人的团队 老领导跟我说 你得知自己晋升忠诚之后 只会高兴一个晚上 第二天 你就会被各种麻烦淹没 我当时不相信 结果上任的第一天 人也要麻烦 我比平时还多加了四个小时的班 只是忙了就算了 业绩还下降 我的体会 忠诚管理最大的挑战 其实是无力感 第一天 团队里的骨干 来找我提理职 第一周 下属拉着我 问了一个 我五分钟就可以自己搞定的问题 我花了两个小时带他做 晋升之前 我的业绩是全团队最好的 晋升之后的第一个月 团队业绩就没有达成 我真想跟老板谈谈 把工资给他退回去算 让我简简单单 做个大客户经理的了 我相信我并不是特例 这些年 我一直在帮不同的企业 培养忠诚管理者 很多忠诚 不能说不努力 不勤奋 但却很无力 那种感觉 就像你开车 上了高速 你非常卖力的踩油门 结果一看 时速还是十公里 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呢 通常 你被提拔 是因为你业绩好 但成为忠诚之后 你过去的经验 可能没用了 甚至成了你的掣肘 问题就出在忠诚这两个字上 什么叫忠诚管理者 你不是普通员工 基层管理者 也不是决策层 高层管理者 要么 你是管理者的管理者 向下看 你的团队有两个层级 你不但要管理 直接向你汇报的 基层管理者 还要管理整个团队 要么呢 你是公司的战略落地者 向上看 你要向角色层 像是CEO CTO 总经理汇报 哪怕只管几个下属 但你也要帮公司 把战略落地 成为忠诚之后 你的角色变了 没办法再按过去的方法 推进工作了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 从人的方面看 业绩达成 不能只靠你自己了 而要靠团队 我以前做客户经理 一个人就能去客户那里 拿下订单 升职之后 我每次要带着七八位 比我经验浅得多的下属 一起去 客户还是那个客户 但我的业绩 却要靠下属能力的提升 带来业绩的提升 以前搞定一个大客户就行了 现在还有三四个 这样的客户团队 我要去管 你加班加到类似 也做不完整个团队的工作 有个比喻 你做业务骨干 就好比是一支球队的队长 你靠补位 可以帮你的下属 把业务顶掉 但是你做管理者 就好比是球队的教练 你自己下不了场 你必须靠培训发展下属 通过他人拿结果 同时 团队变大了 又成绩了 以前我做客户经理的时候 下面就两个助理 怎么分配资源 我说的算 以前我还可以靠私人关系 管理他们 但现在不行了 现在下面有三四个小组 几十号人 任何一次分配 出现凭感觉的分配 都会带来团队争吵不休 这也有个比喻 你不再是 就有回大妈了 你变成了法官 法官的工作不是劝架 而是找到证据 根据法条进行判断 所以你需要看到 每个管理事件 背后的流程建设 而不是停留在事情层面 从事的方面看 要完成的不是具体的任务了 而是高自由度的任务 猎豹创始人傅胜 举过这么一个例子 有一位创业者问过他 怎么把体重秤的生意 做成一个生态 这就是一个高自由度的问题 有无数种可能性 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当时复胜是用问问题的方法 来回答他的 你的体重秤一年多少出货 你能不能拿下一半的市场 现在你在京东一天卖6000台 什么时候能够做到10万台 没有做到钱 全力以赴 用价格 用设计 用所有的东西 12个月内 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如果能够做到 6个月能不能够做 6个月能够做到 需要哪些资源 能不能像一道数学题那样 列在那里 你看 这个过程 就是一种 对战略落地的任务拆解 傅生说 创业最大的难度 就是太自由了 自由到你很容易失去方向 跟创业公司CEO比起来 忠诚管理的自由度 当然要小一些 不过 老板也不会像过去那样 告诉你你要做什么 他需要你自己去定义问题 拆解任务 驱动结果 这也有一个比喻 你从被动轮 变成了主动轮 你要驱动团队往前 很多忠诚会感到无力 就是因为工作界面 没有转换过来 你已经上高速了 低头一看 挂的还是一档 那你就算把油门踩死 速度也不可能提上来 如果你还不知道 该怎么样换档 转换工作界面 那么 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些工具 比如说 我当时就遇到一位 非常耐心的上级 他发现我的问题 没有选择过来 安抚我的情绪 而是坐下来 和我一起整理我的工作日程 我特意去找了当时的工作日程 把它贴到了文稿区 你可以点开看看 这两份工作日程 能看出区别吗 第一份日程 是我刚晋升的时候 第一天的工作日程 老板对这一份做了很多调整 比如说 他删掉了我大部分的客户拜访时间 反而让我要花功夫 设计我的部门简介 他的理由是 我负责的业务盘子 在公司内部比较陌生 我作为团队负责人 要尽快让各个兄弟部门 清楚我的生意发展计划 从而更好地支持我 所以 我要尽快准备一次 在公司管理层面前的 素质和部门简介 从上到下 搞定跨部门资源协调的问题 而不是和各个部门的 其他中层挨客去开会 而外部客户 如果我天天去见他们 只会把我的下属架空 我应该做的是 保持一定的联系频率 在关键的谈判中 出现即可 老板删掉了很多 我认为该做的工作 反而让我去做一些 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任务 这么一系列的调整 坚持下来 三个月后的一天 我发现我可以按时下班了 半年后 我就带领团队 完成了当年的年度销售目标 你也可以在文稿区 看看我的第二份工作日程表 为什么日程表的改变 能带来这么大的变化 就是因为 利用这个工具 我改变了这个三点 第一 把精力从自己身上 放到了培养下属身上 第二 从靠关系管理 放到了靠制度和流程管理上 第三 从被动的等任务下来 变成了主动拆解公司战略 驱动结果实现上 刚才我们说的 都是要做正确的事 但接下来我们另一个 中程管理中特别重要的问题 叫做正确的做事 我也叫它管理的节奏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组场景 小易被空降到了新的运营团队 不到一个月 他就争取到了一个 新生意模式孵化的机会 涉及到公司的战略转型 你认为他该不开 争取这样一个公司级的大项目呢 你可能会想 当然应该 带团队拿下这个大项目 打一场大胜仗 不仅能够锻炼队伍 为他树立威信 还可以沉淀跨部门的 沟通协调机制 突发事件响应流程 这是多好的机会 但如果你问我 我会告诉小易 不要急 为什么 因为时机不好 小易刚来新部门 业绩还没拿出手 就去探索业务转型 风险太大 相比于改进商业模式 也许把一个新品卖好 可能更适合他 因为不用再去招兵买马 不触及原有的利益分配 见效快 压力小 所以说 你不只要知道怎么管理 还要把握好管理的节奏 有个比喻特别贴切 是一位华为出身的朋友告诉我的 他说管理者要做的工作 其实就两块 一块叫打粮草 另一块是增肥力 完成眼前的业务 就好比是打粮草 他解决的是你当下的生存问题 你每个月的目标都完不成 就谈不上未来了 你可以看到 我的管理者日程表里 要和财务开会 讨论怎么填补当下的业绩缺口 制定针对竞争对手的反击策略等等 这就是在打粮草 不过 你不能一直打粮草 你还要给你的土壤施肥 也就是提升你的团队组织能力 做好那些长期帮助你出绩效的项目和计划 为明年甚至更长远的业绩打基础 保证能够持续的出业绩 请注意 打粮草和增肥力不是完全割裂的 很多时候 你在打粮草的时候 也在增肥力 比如说 你做一次双十一活动 这当然是打粮草 但是你借大战沉淀下来的 跨部门沟通协调 突发事件响应流程 就是为下一支大战 做增肥力的准备 但打粮草和增肥力 也要注意平衡 如果你只是榨干团队现有能力 杀鸡取卵是不可能带领团队走更远的 所以就算工作再忙 我都会坚持 把给新员工上销售技巧课 和业绩优秀的员工 萃取工作经验等等 放到我的管理历里 在这里 我也给你一个小工具 叫管理者的年度日历表 我把它提到了文稿区 在这张表里 我列出了管理者的29个任务 也就是我这门课 要交付给你的29奖内容 你可以试着像我一样 把一年 一个季度 一周和一天 要做的和管理相关的事情 提前在日历里锁定下来 提醒自己 总结一下这一讲 忠诚管理者 是管理者的管理者 或者是公司战略的落地者 在成为忠诚之后 你一定要做好 三个工作界面的转换 第一 把关注点 放在下属的能力和状态上 学会教练和辅导他人 第二 不是靠关系 而是靠制度和流程来管理 第三 学会落地战略 拆解高自由度任务 驱动结果实现 最后提醒你 管理动作要注意节奏 既要打粮草 也要增肥力 在后面的课程里 我会通过一个个任务的交付 让你更深刻的 体会到这种变化 在这里 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你成为忠诚之后 感受到的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呢 欢迎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思考 感谢观看